今天禮拜一的第二個單元辦公室同樂會來有這個歲末年中 又到了我們好好的看一下今年 自己檢視一下今年到底得失如何 以及規劃明年的一個新方向的一個時間點 所以我們今天的辦公室同樂會非常非常非常的實用 我們要告訴大家國營聯招應是全攻略 國營聯招 所以代表接下來可能陸陸續續有蠻多國營事業要招考 對其實明年的年初開始到年底陸陸續續都會有很多招考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專家來跟大家聊 就是你知道在這個不景氣的年代 尤其是像現在物價什麼都漲 那薪資都不會漲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國營事業的話 其實他是必須 而且他也必須要漲 因為他有被規定每年一定要漲多少 哇真的很羨慕對不對 我們今天請到的是台灣知識庫行銷企劃部產品經理張穎 哈囉張經理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聽眾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穎 張經理來問一下就是現在國營事業大家第一個想到台電中油 那當然還有台水台糖 對沒錯 這就是四家嗎現在就是四家嗎 其實有很多啦因為我舉幾個例子好了 像除了這個剛剛主持人講這四家之外包含中華油證 今年2021年也有招考 然後像公股銀行都是一個國營事業的一個範疇 欸國營事業我要去考國營事業我要通過高普考嗎 欸不用他其實我今天講簡單介紹一下 因為其實公職跟國營事業這兩塊 他其實是不太一樣的一個考試的方式 因為公職基本上同籌都是由考選部去做舉辦的 可是國營事業單位太多了 所以國營事業通常都是個別個別的主考單位主辦單位 去做獨立的招考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就是單獨的一個招考 我不需要有高普考的資格 對你只要符合單獨這個考試的報考資格 就可以去考試 欸所以中華郵政也是啊 對也是沒錯交通不管的 欸這樣算起來中華郵政人不少欸 其實蠻多的蠻多的 欸如果以人數來說我們講的這些國營事業裡面 人數最多的應該會是 其實我覺得每間國營事業他的員工人數都蠻多的 就大概都是有幾萬人的一個規模 那其實根據不同的 因為我說真的 其實國營事業為什麼他這麼特別原因 是因為你可以看可以發現像台電中油台水 他都是獨佔的事業或是寡佔的事業 對啊 所以其實他在這一塊在國家 不管是在經濟的方面 或是在任何的方面來說 他都是扮演一個產業領頭羊的一個角色 對所以其他的員工人數真的都蠻多 對 那考起來但也沒有比較容易就對了 那當然因為競爭 因為相對來說大家都想去考 對因為薪資福利當然穩定啊 工作前有收保障 所以當然很多人會想去考試 那近幾年比較熱門的還是這幾個嗎 當然當然 因為像剛講到了台電中油台水台廊 這四間國營事業 他每年基本上這幾年來說 都會固定舉辦一個叫國營聯招的一個考試 國營聯招 對這四家嗎 這四家就聯合做招考 所以其實大家在選擇上面來說 因為嚴格招考的方式 所以其他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一個公司 或是喜歡的國營事業去做報考這樣的一個方式 對沒錯那好國營聯招的特色呢 國營聯招特色我簡單分四個 四個四大點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基本上就是剛講的聯合招考方式 會大家做一個自由選擇 再來是剛主持人在開頭講到 就是現在物價漲 但是一般私人企業可能薪資上面 可能真的要去調漲的話 真的有點困難 而且像私人企業啊 比如說像大家覺得科技也很好 對沒錯 但是大環境不景氣的時候 有科技也可能會給你 就是放無薪假 或者是彈性調整你的薪資 大家共體時間 國營事業不可以對不對 國營事業基本上他就是像 其實他有點類似公職啦 就是工作權其實受到法規的一些保障 再怎麼不景氣 然後大家在放無薪假 或是大家在減薪的時候 國營事業是不可以動的 對而且其實有一個關鍵是在於 像台電中有這種算是他獨佔的失業來說 他其實有時候會受到國家政策的影響 就算即使今天像店家沒有漲 可是台電虧損 可是因為他要配合政府的政策 所以說真的要因為這樣子 去做無薪假的動作 其實我覺得也不是那麼的適合這樣子 對 所以保障很多 比如說像是 我們來講喔 國營企業當然比一般民間企業穩定 完整受到勞基法的保障 然後薪資也高於一般的平均企薪 大概36000到39000左右 那如果明年 因為最近有宣布公職人要調性嘛 國營事業大部分的企業也會跟進 對 所以大概36000到39000可能之後 明年可能會更高的一個趨勢 對 而且再來是我覺得國營事業一個很大的特色就在於 年終真的很恐怖耶 我知道你可能不是要講年終 但我看到年終平均高達4.6個月 4點大概4個月左右 4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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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蠻高的 很高啊 現在已經有很多人不知道什麼是年終耶 什麼叫年終 年終可以吃嗎 不行 因為你沒拿到 這一波疫情下來 其實我相信很多 尤其服務業影響的範圍應該是更大的 所以在年終兩年這一塊 真的國營事業它的保障是蠻不錯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它有一個很特色就是 因為國營事業它的考科比較少 原因是我們這樣 我們剛剛講公職跟國營我們來做個比較 公職大部分我們舉例上高補考好了 高考它要考6科 可是國營事業它只要準備4個專業科 所以其實它如果能夠靜下心來好好做準備 它只可以做短期上面的準備 所以短期充斥 短期充斥它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考試的選擇目標 國營連招每年的時間是固定的嗎 不固定 因為它都要等待它的招考消息 或是簡章 不過依照這三年的時間來看 大概大家可以期待年終 中間的終 然後就是在 就7、8月的時候 對大概就是4、5月開始 大家就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在經濟部的官網 或是也可以到我們百貨網的官方網上 我們都會定時的更新一些資訊這樣子 對 所以它7、8月通常也是在暑假 很奇怪 反正大規模的考試好像都會 喔沒有沒有 那個你們也有在做的那個叫什麼 就是 就是那個考法律方面的 調查局嗎 還是司法 司法考試 司法考試好像不是7、8月 它就是在差不多年第三季到第四季 對對對 我記得司法考試是後面 後面對 但其實我覺得像高普考或是國營事業 為什麼要在那個時間去 對為什麼 因為 連結到就是畢業生啊 大學畢業生啊 對這個明確的 所以是大學 等於是大學畢業生他 他也可以跟上機會 對 如果說他準備著充足的話 他其實可以一畢業就有機會 進入到國營事業 當然沒有問題 當然是沒有問題的 喔原來如此 第一波高普考嘛 7月考試 不是你真的叫現在正在 現在正在這個已經在上班 然後想要轉職的人 心理壓力真的很大 就覺得天啊 我的競爭對手真的很多 還有這些剛剛從學校出來的 而且你講的是專業考試 我會覺得這些剛畢業的人 他可能專業考試的能力 要比我們強欸 對沒有錯 因為他離考試跟讀書 還沒有太遠 對不對 但是因為我剛剛也講到 就像國營事業他 考課比較少 所以其實有些在職人 也就是說他們現在 目前工作要做轉職的人數也蠻多的 所以我問你喔 像去你們那邊補習的 或是去你那邊想要希望尋求協助的 到底是在職生比較多還是 我覺得以國營事業來說 在職生比較多 真的喔 對因為其實我覺得大學生 他們如果能夠追求更好的起薪 或是更好的工作 更穩定的工作 那當然他們可以往更高等級的考試去挑戰 譬如說調查局啊 國安局啊 或是說甚至是 高補考其實也相對來說 畢業國營要起薪稍微再高一些 對那其實國營事業真的是蠻 我覺得因為在考課上面比較少 所以在職生準備的壓力 也比較小 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好像是個蠻不錯的 那個轉職的選擇 當然是當然是 而且說句實在話 我一定要講 這跟你的心態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剛剛畢業的大學新鮮人 其實都還很有夢想 還很有衝勁 覺得我應該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我不需要去考什麼公職人員啊 什麼國營事業 不用 因為其實像我們 我未來一片光明 然後你開始上了一段時間 班幾年三年五年之後呢 然後身上滿是創傷之後呢 就會想說我來考個公職人員 或國營事業 因為其實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帶回來我們再聊 因為今天喔 這個抓緊時間 我要請張靜寅跟大家講 你考試的流程大概會是什麼 國營聯招 然後考生怎麼準備 那還有百官網工職喔 他們在輔考上面 會佔哪些優勢 這個東西都非常的重要 等一下回來再跟經理好好聊 今天我們的辦公室同樂會 跟大家聊聊 國營聯招要怎麼來準備 今天在現場的是 台灣知識庫行銷企劃部的 產品經理張經理 剛剛跟張經理聊得很開心喔 因為我覺得這個 這真的是滿有意思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 幾乎大多 絕大多數人都在上班啦 百分九九人都在上班 平時就是 就跟你的這個 只是看你選擇什麼樣的工作 那呃 只是說像考試 我真的覺得 就是當我們離開 學生生活 滿長一段時間之後 要再回來考試 其實是難的 我覺得是 不是只有說 你可能會覺得 不知如何準備起 其實心態上也需要調整 所以今天張經理就跟我講說 他想要分享的 除了 考試的流程 建議怎麼準備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考試 你準備考試 你應該有的態度 這件事情很重要 我們先來講 國營聯招的考試流程 國營聯招 就我們剛說的四家國營企業 台電 中油 台水跟台糖 這四家每一年會在七八月的時候 會有公告簡章 聯合招考 對 沒錯 聯合招考是我考任何一經驗 還是我可以選的 你在複試的時候會選田 選田志願 就是說你要 我第一個我想去台電 然後中油 他是台糖 那這個複試結束之後 到了個別的國營事業 再會另外一種分發 所以他的流程比較不太一樣 對 那所以他的考試流程會是什麼 然後第一步當然就是 從檢章公告之後 對 大概間隔大概四個月左右 就會進行出試 那出試呢 大概再過三個月 就會進行出試放榜 那出試放榜到複試的中間 會間隔大概一個月左右 所以像以舉例來說 像今年十一月七號 剛考完這個國營聯招的出試 大概明年的一月十二號 會公佈這個你的出試的成績 等一下 那這個是今年的七月八號發的檢章對不對 這個是大概 這個是大概今年的六月底左右的時候 就發了 然後就會告訴你說 十一月七號 會是出試 對要考試 出試的部分 好 然後出試就刷掉一批 對就會刷掉一批 然後再來就是進到複試這一關 複試就是到 到就是他會統一進行口面試的部分 那會到 然後我記得是到台北的那個台電的 失去的音樂處 就在那個公館的附近 然後統一做口面試的一個動作 然後再來 大概到三 明年的三月會知道最後的結果 可是你剛剛說我在統一聯招的時候啊 我是同一個成績嗎 然後到最後是看 成績的順序 去做 成績的順序 然後搭配他的志願序 有點像司法官考試那樣對不對 對 就是說你一樣是一個成績 然後就看你是要填 法官 比如說法官 然後檢察官 那一般人通常當然都是法官在前嘛 因為法官的他的成績是從法官下 對 欸不過我認識一個女孩子喔 真的很厲害 她她是當年司法官考試第一名還第二名 可是她填檢察官欸 很少見 我覺得應該是有心想 她真的是 因為檢察官真的有好多熱情 滿滿的法律 我聽到她爸講的時候 我下巴都快掉下來了 她是那一年司法官考試的 她是那個非常非常優秀的我學妹 然後呢 她竟然填檢察官 所以她就分發去檢察官 我覺得她應該是很有熱情 她很有熱情 她就是希望 對 反正我非常佩服 好回過頭來講 所以這個國營研招一樣 就是說 她她是這個填志願嘛 對不對填志願 然後到時候分發 那所以假設我的成績有到 然後我又是第一個填台電 我就去台電做進一步的口面試 所以在那個口面試部分 就已經分好了嗎 我再重新來一次 就是 口面試的時候 基本上填志願區 然後最後的總成績 會分配到你到 譬如說到台電 像剛剛講的台電 那她不是後續要再做口面試 就是到台電之後 再依據她前面的初始成績 搭配上後續 可能還要錄取啊 受訓啊 這兩個成績 總合起來再去做台電 後續的 單位的分發 哦 了解 好 那要怎麼準備 因為尤其是對於上班族來說 他們可能是還在上班 那她並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可以做全新的衝刺 我是覺得基本上我們在考試 我先跟大家講 考生大概要分幾個階段 你要去做準備 第一個就是 一定要先認 先清楚自己的目標 也就是對於簡章上面的資訊 你要非常了解 包含時程啊 考科啊 還有甚至是秘密大綱 我覺得秘密大綱這個是最重要 就是針對你的考課部分 他大概考到哪些章節範圍 你要知道 因為其實 大部分來說 大學裡面學的這些東西 其實他不是全部都考 你可能 整個考試裡面 他只有你大學裡面的20%內容 他就是他佔了80%的重點 就是80-28折這樣子 然後其實還有考題的型態 課課的佔比 這都會影響到你在選擇目標上面 或是你在考試策略上面來說 再來第二個很重要 就是要搭配歷屆試題的一個參考 考古題 對考古題 你要確認說你大概這個難度到哪裡 因為像國營事業來說 剛剛考科少之外 然後可以短期準備之外 他的考題有選擇題 也有問答題 那選擇題的部分 其實相對來說 就沒有像高普考那麼難 因為高普考就會考到一些深論題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個是大概在前期 要先把資訊收集清楚 那確定你的目標之後再下去做準備 對那再來是 再來是就是制定你的相關的讀書計畫 因為我覺得讀書計畫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他會加強你在短期準備上面的效率 然後包含你哪些時間可以念書 哪些科目你要排進去 譬如說像剛剛講的各課占比例 國營能量來說 專業科目B的部分 他占到50% 專業科目A占到30% 所以大家應該很清楚 就是說專業科目B 是我主要要加強的一個地方 所以到這邊的時候 基本上你有好的讀書計畫 就開始去執行他 但執行不是就按照這樣子 就是照本宣課全部弄 應該是說我在過程當中 如果譬如說哪一課比較弱 念起來狀況比較不好 我去陸續做調整 可能時間這個課的時間要做加強 然後加長這樣子 那最後呢就是透過那個 最後就是透過不斷的考古題的練習 跟最後去搭配 調整一下考場的作型 到最後的最後重置 大概考試準備就是這幾個階段 那在態度心態上的調整呢 其實基本上 剛講到這個考科準備 我覺得跟態度也有非常大的關聯 就是大家要知道 像考國營事業這種短期準備考試 第一個就是目標 讀書計畫 採取準備考試 因為很多人的觀念是 我先去買了很多的參考書 很多那種提解的東西 可是問題是你念的時候 你會很沒有目標 因為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不確定你的目標 或是你設定的密提大綱 到底在哪裡 那時候你會念得很茫然 所以這個是第一件不要做的事情 再來第二個就是我剛剛講到的 八十二十法則 就是你要掌握那百分之二十的重點 好 這樣子你在頭上就很好的發揮 那最後一件事情就是要鼓勵大家 參與了考試 開始準備之後 就不要放棄 要努力到最後 因為你沒有考試之後 你完全不知道你 到底最後的結果會是什麼 這樣子 所以是鼓勵大家到最後一定要撐下去 對 好 那當然有 如果能夠請到專業的人 來輔助自己的話 我覺得是更好 比如就像你剛剛說的 很多的題目或是方向 對 其實百官網在公職上面的考試 幫助非常非常多人 那到底為什麼我們要找像這樣子 百官網這樣來幫助我們 進行像這樣子的一個公職考試 因為其實我覺得百官網公職的特色就是 我們有專業的諮詢師 也就是在前期像我剛剛講到 對於考試資訊這麼的多 這麼的龐雜 那需要有一個專業的人士來幫你統整 幫你統整 統整之後我們才知道我們的策略 或是我們的規劃到底在哪裡 對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 像我們 百官網很大的特色就是 我們的師資部分 都是碩博士的師資 而且有多年復考經驗 那再來我們的國營連招的復考規劃裡面 包含政科班 喔政科班就是基礎考科的達體嘛 再來是題庫班的部分 就是理解實體的練習 那再來第三個的話就是衝刺班 如果你是有底子的人 你可能不需要花那麼長的時間 在針對基礎部分做加強 那我們可以透過短時數的課程 幫你做加強 那再來第四個很重要的是 考前的模擬考 因為在考試前 如果你有一個模擬考的關卡 讓你再去重新run一次你自己的狀態的時候 考試的狀態的時候 其實你會很清楚自己的實力大概有多少 那再來第三個很大的特色就是在口面試的輔導課程 因為剛剛講到嘛 國營連招他是從書室 還有到副室的口面試這一關 那其實在口面試上面 大家可能會覺得自己不是那麼的有把握 所以我們也有口面試的輔導課程 那最後一個就是我們重點就是混成的學習模式 包含面授的 就是面對面跟老師可以直接做一個課程的問題上面的勳搭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數位課程 因為我們全台大概有30個句點 所以你只要一地報名 全部都可以上課 對 而且數位學長就是一個人一個電腦 一部電腦 然後就可以去專心的在你的課程上面 那當然第三個就是大家覺得最方便雲端課程 只要登入我們的系統 就可以陸續做上課的一個動作 而且不管在哪裡都可以 這幾年國營連招的錄取率大概多少 其實大概都個位數 但是我覺得我們要 你用什麼個位數嗎 個位數 講得那麼快想要混過去 好低啊 好低的錄取率 但是我要說大概 國營連招一年大概三萬多人報考 可是真的到考人數大概只有一半 所以我們只有無成 可是他的錄取率是用報考人數來算 對 所以其實他的 不準啊 你這樣算不準 對 而且我覺得還有一個數據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就是你真的從第一節課到第三節課 把它全部完成的人數比例又更低 你說的第一節到第三節就是 就是從我們的第一個科目開始考慮 你就會發現陸續每一節課 然後進來人數又會變少 你的意思說光是 光是一開始就沒有考的 沒有去的人可能就已經一半了 然後去了的人能夠完成整個考試的 又少了很多 大概只有三成 你是說只有三成會完成 那所以其實錄取率沒有那麼低 沒有那麼低 所以說大家兩相比較一下 就像我剛剛講的 所以為什麼我會說最後一定要撐到最後 堅持到底 你們輔佐的人 你們輔導的人 考的錄取率可以講嗎 這個我 這個就不太方便 我隨便問看大家要不要講 但是我覺得我們都是照這樣的一個 復考規劃跟他們說 所以我相信他們在考程上面一定是相對來說比較新鮮的 唉唷我現在覺得考試離我好遠 但因為你知道童文傑年紀也有一些了 但是我們其實國營聯照他是沒有年齡限制的 那如果說你真的覺得說希望能夠有一些轉換 那我覺得在專業人士的輔導之下是不錯的 今天非常謝謝台灣知識庫 謝謝張經理